说话比你长相都重要 你知道吗 当年的张仪在战国时期穷困潦倒 进楚国为官 结果这个楚国园外的 手势丢了 非要说是张仪偷的 给张仪痛打一顿 打到最后差点给她打死了 张仪偷摸回家 见到她的嫂子第一句就问她 说说在呀干嘛呀 行就这个够了 我就凭我这张嘴 我要灭了楚国 去到秦国 说服当时的秦王 拜她做秦相 最风光的时候 拜六国相印 纵横百合 纵横天下 就十万大军干不了的事 她一张嘴 买名 这叫演说 你知道说话的最高艺术是什么吗 用别人喜欢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说话是不是艺术在座各位 就像郭德纲一样 那都穷成啥样了 那咋凭说话就变成亿万富翁了嘞 那岳云鹏那酒店那拉回面的 那都到今天都变成亿万富翁了 那为啥呀 那会说话 这个你说会说话有多重要 你不会演说你卖产品 开会 办招商会 啥都不行 今年公司开个年会 员工挺多 让你上台发个言 你得忘成还得拿个稿 最近的现 最近的前排 最近的前列 员工一看老板不行 明年我就失职 那为什么要追随你啊 你告诉我演说这么重要 太重要了 这都各位 必须学会演说 我 好 好 好